我们经常在太空电影中看到这样的剧情 电影中 太空人看着远方的星球被陨石撞击 神刺里的光线后 伴随着巨大的声响 但真实情况下确实如此吗 另外 你知道太空人穿上太空装后大吼大叫的话 是有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的吗 那原因是 过去学到光是电磁波 不需要介质就可以传播 甚至还可以在真空中传播 在之前的学习中 我们也介绍过 有些波动需要透过介质 才能将能量传递出去 像是神波、水波 而介质只会在原地震动 而不会随着波被传递出去 你有没有想过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听到闹钟铃响 但若是把闹钟放在一个玻璃罐中 再慢慢将空气抽离玻璃罩 会发生什么事呢 先前我们学习到 神波的传递是借由神波的传递 是借由神子在原地上下震动被传递出去 而神波传递出去的是什么呢 没错 就是能量 而从闹钟实验中 我们可以发现 随着空气被慢慢地抽离玻璃罐 闹钟的声音会越来越小 甚至当我们尽可能地将玻璃罐中 所剩空气抽到所剩无几时 我们根本听不到闹钟的声响 由此可知 声音的传递是需要空气作为介质 借由空气分子的振动被传递出去的 像神波需要借由神子振动 以及声波需要借由空气分子振动 这类需要介质才能传递的波 我们称为力学波 类似像这样的波动有什么特性呢 同学们都有看时钟的经验吧 秒针没转一圈花多久时间呢 没错 60秒 因为秒针会规律性地转一圈 而所花的时间60秒 我们就给它一个专有名词 称为周期 像单摆这样来回性的摆动 也是一种规律的运动 单摆来回摆动一次所花的时间 就是它的周期 想象一下你的手拉着绳子的一端 先向上拉到某个距离 接着在向下拉到原本位置后没有停下 继续往下拉 到达同样距离后再往上 过程中你的手一直做规律性的上下振动 那绳子会发生什么事呢 没错 会产生这样的波形呢 而这样有规律性振动的波 我们称为周期波 原先没有拉绳子时 绳子是平的 但当你开始拉着绳子 有规律的上下振动时 就会产生这样的周期波 而你的手往上提的幅度 就会显示在波形的最高点 再往下拉动 波形会跑到最低点 这两点与原先水平的绳子相比的垂直距离 我们称为振幅 也就是振动的幅度 再来图中同学们发现了吗 我们看到了有高有低的波形对吧 这样的图形 就像山峰跟山谷的感觉 因此我们定义波形最高点为波峰 那最低点呢 没错 就是波谷 当你的手上下下上的来回振动时 能量被传递出去 波形也被传递出去 当你的手完整上下下上振动一次 所花的时间 我们称为周期T SI质单位为秒 其中计算波源每一秒完整振动的次数 我们称为频率F 单位为秒分之一 也可以称为赫兹 从单位中 你可以发现周期和频率互为导数 举例来说 如果每秒可以制造五个波 就代表这个波的频率是5赫兹 而波的周期就会是五分之一秒 再来 当波传递时间为一个周期时所走的距离 我们称为波长Lambda 最后我们要怎么计算波速大小呢 我们知道速率等于距离除以时间 对波来说 每经过一个周期 波会推进多少距离 很好 就是一个波长 接着只要套用距离除以时间的式子 我们就可以发现波速等于Lambda除以T 用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 因此 我们可以把波速公式进一步改写成 V等于LambdaF 前面我们学到频率就是每秒钟振动的次数 所以从途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相同时间内 A绳产生的波数比B绳多 代表在相同时间内 A绳振动次数比B绳多次 所以A绳频率比B绳大 还记得我们片头提到的问题吗 我们要来解答咯 太空人会如何观察到爆炸呢 从前面你学习到声音是力学波 是需要介质才能被传递出去的 而光是非力学波 即使没有在真空中 没有介质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被传递出去 所以事实上 太空人在外太空 就像在看一部无声电影一样 他仅能看到远方星球爆炸的光 却不能听到声音 而先前影片中也提到 借由波动可以传递能量 而能量被传递出去后就会衰减 那太空人在外太空讲话 却没有介质可以把能量传递出去 则能量持续在附近震荡 那声音产生的能量会作用回到自己身上 当太空照中的太空人接收到自身声音的能量时 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头疼 眼晕等等症状哦 最后我们来统整一下今天学到的知识吧 力学波是因物质的振动而产生 必须靠介质才能传播 对一个波源做周期性的来回运动 所产生的波动 我们称周期波 完整一次运动的时间 我们称为周期 计算波源每秒钟完整振动的次数 我们称为频率 而频率跟周期互为导数 我们定义下列这些跟波动有关的专有名词 像是波长、振幅、波峰及波谷等 波传递的速率等于V 等于Lambda除以T等于Lambdaf 对于同一条绳子而言 我们想要使绳子传递加快有办法吗? 甩更大力吗? 每秒钟振动更多次可以办到吗? 思考一下 我们用较大或较小的力甩动绳子 影响的是什么呢? 没错 当你甩大力是让振幅变大 因此改变力量 量值会影响波的振幅大小 并不会改变波的传递速度 那这样每秒钟振动次数增加会影响什么呢? 当你每秒钟振动更多次时 同一条绳子同样长度下产生的波形数目也变多 波长变小 因此改变振动的快慢程度代表改变频率 同时波长也跟着改变 并无法改变波的传递速度 波速是由介质状态所决定的 当绳子不变时 波的速度就不会被改变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借由改变振幅大小或振动频率 去改变波速哦 这样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